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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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我剛剛已經保養好了 今天就是拍一個比較自己的一天這樣 所以今天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私底下的样子 其实我真的很邋遢 就是我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美美的 我早上起来我头发很乱很乱 然后我贴了一个双眼皮贴 因为我在想我今天一整天要素颜 等一下你们看到一半看到这样丑就转台了 所以我就想啊 还是简单的整理一下自己 然后把刘海放下来 突然一个比较有颜色的唇膏 对 不要看有精神一点 现在要去早餐 我是一个早餐一定要吃的人 就是我一睡醒就要重新 不管我饿不饿我就是一定要重新 今天点外卖 因为我这几天都被教训 我吃的太不健康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有吃咖啡饼干 和我的教练教训我 讲我一定要吃好一点 就是吃好一点就是要吃饭啊 这是我饮饭的东西 起司蛋吐司 一般上我吃早餐我都会看戏 想要学好英文 所以我都比自己看剧 因为我觉得看剧应该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所以我都会找戏来看 如果你们想要Netflix有双音字幕的话 我就上网找一个方法蛮好的 所以我每次看剧我一定要看中音字幕 然后去强迫自己看英文字幕 然后看不懂的时候我再倒转看中文字幕 可以介绍你们这个网站 然后我一边看剧我会把我部位的绳子都记录起来 然后每一部剧我都会在上面写我从哪里学来的 对中音这样子 然后周知这样子再复习一下 好我要吃早餐了 然后今天配的剧不是英文剧 是西班牙 一个最近蛮火的叫 它是在讲一个什么精英招凶手这样的 一开始这个剧真的是蛮无聊的 到了第二第三集 可以慢慢进入状态才明白他在演什么 因为这个评价蛮高 要出门啦 我在我的影片的时候是脸颊肿 现在是幼颜肿 每次一拍影片就有个东西走 但是我一个东西是天天都走 就是我的下面 晚安 拜拜 飞不来的 我就去了啦 我通常早上起来都会让自己休息一下 因为最近睡得不是太好 然后我的黑眼圈很深 加上我这几天天气一下冷一下热我又过敏 不如你们跟我一样嘛 我就是那一种闭上眼睛我就会想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就会想这个可以这样子做 有什么idea可以拍这样子 我身体很累 但是我的脑是很精神的 一直在转的 就每次都会弄到自己失眠 然后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因为我其实在家里是蛮宅的 不会自己主动要出门逛街啊 或者是可能出门拍照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不太属于是这样的人 最近呢我还蛮沉迷画画的 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小号的话 就会看到我刚破了一个画画的照片 因为也是很多人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画的 我都是用ipad 用ipad mini 然后还有apple pen 还有这个软件叫procreate 哦楼上在施工 就是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给你们看一些我练习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画画的料 我也没有那种想象力 所以我就希望是可以透过别人的作品 然后我这样子自己训练自己 可能有朝一日我可以自己做出我要做的东西 就是我参考小红书的一个人 他做的作品 我就试着去照着他画 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 结果做到蛮类似的 我蛮喜欢这个的 可是好像是没有办法用的吧 我记得就是著作权尊重别人嘛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们这种翻画的啊 可不可以用在自己的地方 可是我又觉得这是别人的创作 然后我用的话 是不是抄袭别人 然后好像也不太好啊 就算做成功啊我也不会用啦 因为毕竟是别人的努力嘛 别人的想象力 我也给自己大概一个功课这样 就是每个礼拜可能去看别人怎么画 或者是去摸索吧 然后训练一下自己的那个熟悉度啊 还是可能找到一个风格是自己喜欢的这样 因为我现在是完全零的状态 还是今天画一个蜡笔小型 我画好了 像吗 最近真的太投入于这个了 嗯 画得很开心 好了 每日一功课今天做完了 因为我 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喜欢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人 就是在这段疫情期间啊 就是你们没有出门的话 也可以去摸索一些 可能你们 还没有被发觉 但是 可能自己很有甜分的事情 好像讲到只有甜分 就是可以培养你的兴趣啦 好 现在已经 两点半了 我用了一个小时 八分钟来画完这幅画 然后现在我想要做的是 看一下我下礼拜 还有后礼拜想要拍什么样的影片 因为昨天晚上有点睡不好嘛 就是一闭眼睛 就会想要拍什么影片 所以 我还记得 所以我就现在快点把它记录下来 我怕自己忘记 所以这礼拜已经决定好 下礼拜跟后礼拜会拍什么影片 每次如果我想到 要拍什么样的影片的话 我都会很开心 因为想题材是一件 蛮烦恼的事情 我现在要写一下下礼拜要拍的影片的剧 就是要找一下资料 下礼拜会上 下一讲好吗 好啊 就是下礼拜会上 一个小开箱 是我23岁生日礼物的开箱 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知道 下礼拜会上什么影片 通常拍开箱影片的话 我都会先做好功课 才来分享 因为开箱影片都是需要比较流程的东西 好的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剧本 已经下午4点了 然后现在是想要做假屋 那我们来整理这个乱乱的家吧 真的好乱喔 我跟蔡蔡我的假屋粉配就是 我少滴妈滴 然后收拾衣服 妈妈一下这样子都是我的工作 然后她的话是负责 处理一些我不敢处理的东西 像是马桶啊 还有赛衣 这是我丢给她去做的 so far她都蛮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啊 不会有艳缘啊 那么 放在这里嘛 这里你们看得到我 好像看不到喔 这样子呢 平时我是不会开那么多的 因为要给你们看更清楚的画面 我才开那么多的 开始打扫抹地 给你们看我做超纯的事情 我忘记关水 刚刚我就开了水 然后我就跑去做其他事情 就收拾其他地方 结果我就想 欸 为什么水一直流一直流 好 结果我忘记关水 哦 太棒了 我已经扫地毫了 骂地毫了 因为这里的家其实很 哦 靠北 啊 这里的家其实 算小 所以很快 家务很快就做完 我现在要订完餐区 因为我等下要运动嘛 所以要让他找一点消化 我是那种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的人 有些人是 eat to live 有些人是live to eat 我就是属于 eat to live的那种人 吃东西只是为了要生活而已 就是我不会去追求那种美食啊 那种甜点类啊 或者是 对这种食物没有欲望 然后每天都很烦恼 自己要吃什么 只要我想不到我要吃什么 或者是我没有看到自己想吃 我就会泡咖啡饼干吃 然后我就会被骂 他常有跟教练每次都骂我 每次吃到很不健康啊 就是一点营养都没有 不知道欸 我好像是 越长越大 越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来吃 因为我昨天运动的时候啊 很没有力气 像这几天睡眠都不好 我整个是超没有力气的 然后就有一点生气自己 很没有力气去运动这件事情 就是想要比一下自己 开始吃一些健康啊 有营养的东西 不然平时我是不会叫外送的 只要我一个人在家 我是不会叫外送的 我一定会泡咖啡饼干 吃就好 有饱就好了 大家不要学我 真的很不健康 欸 我不用决定我要吃什么了 配玉刚好约我们去吃我们很常吃的火锅店 因为我会想要吃火锅是因为火锅都是比较清淡 然后都不是吃加工食品啊 等一下可以带你们去看我爱吃的火锅跟一些我常拿的料 现在好冷喔 我已经穿了外套但是我还很冷 我已经到西门娘 现在要走去吃火锅 然后见佩玉 我们已经到火锅店了 然后我喜欢来这个火锅店是因为 可以选自己的食物吃 而且这个火锅肉很新鲜 这里火锅肉 最新鲜的肉 哈哈哈哈 吃的我会吃菜 然后鱼肉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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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吃完火锅了 现在要去健身 重点是我没有健身我要跟你去 因为还要帮我拍影片 嘿嘿嘿 大家我有个九十间健身器喔 嘿嘿 然后佩玉刚刚就先回去啊 因为她很累喔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要保持那个大小是很难的 就是一次保险回家躺住 哈哈哈哈 哎呀我跟你讲 我不是这样的人咧 最遗憾我要剪进去 因为真的蛮好笑 哈哈哈哈 现在呢 我在一起 很多人建设你的伙伴 这样子会坏吧 欸你的财富都先走开 那为什么都没对焦啊 口罩 哦口罩好 刚刚没有 好快点啦拍拍拍 我现在训练你变成一个 跑步的Vlogger 不行没办法 来来边跑边 先跑边拿 拍Vlog 跑跑跑跑 这很晕啦 Vlogger訓練 你为什么知道 我在照顾学生嘛 不要这样 就练火车 知道 要早上十分钟 你是想下课吧 再拉出去的 拉啦拉啦 再拉 看北要感受一下 閉嘴太长友 他就要骂我了 这有点难控制 这长友人这样跟我讲 你也很难控制 好美喔 师生的脾气难控制 哇有力耶 漂亮喔 他的瘦都骗人了各位 他没人要不要开始了 对不起 师生会骂教育的各位 实战开始了 欸很重 你投赤他重量吗 家里没有 朱生又企图跟教育吵架了 教练圣 我们结束了 成功 轻轻松松 对不对 来我们下一次就挑战 学生操教练 真的吗 好啊好啊 OKOK 什么都加100下100下 实际讲啊 都是实际讲啊 各位有听到 100下100下 好啦 今天我的一天日常 就到这里了 而且你牛海乱了 我每次健身玩过后 每次闻到这个味道 炸鸡味 炸鸡味 而且是我们 我已经20多天 没有吃炸了是不是 对我也是很多天没有吃炸了 可是每次经过这里呢 我都会觉得那味道很难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有拍90天訓練 所以我现在不给吃炸 好啦 大家影片六月见咯 好啦 大家拜拜 哎哟